每天早上和老公一起上市场买菜 出霜入队十五年如一日 阮晶莹脸上藏不住满满幸福笑容 虽说各国的饮食习惯不同 但这对夫妻的异国姻缘 却是因为素食牵起了红线 她在外面做导游 她有设置的一个像一个素食的一样 我来问问 你意思是怎样 我说只要人家要去 这都可以透露 他们都一直看我 我也看 可是我不会说要给他们介绍的 我说大使我不会嫁给台湾人 后来我朋友说他们失宿 我也失宿 两人因素食结缘 从相识到相爱 终于在1999年 攜手步上红毯 二十岁的阮晶莹 踏上了台湾的土地 展开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今天要来找我修指甲吗 婚后夫妻同心 一起经营美甲按摩店 个性活泼的软经营 很快地和许多客人成了好朋友 每到休假日 店里就成了姐妹淘门聚会的好地方 她都换煮好 菜煮好了 就一起享用 我们吃了 大家每个都很开心 很爽口 这些姐妹淘门都有感受到 而喜欢画画的阮晶莹 也会在美甲片上 画出一片片对亲人的思念 我们小时候我爸爸会有那个 开船 船去做那个鱼 我会画我爸爸那个船 那个船 然后这样的给我一个回忆 老公体贴的按摩 化解了所有的辛劳 当明天再度到来 阮晶莹将用善良和热情 继续打造一个台湾媳妇的 美丽人生